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朝时 宦官高丽氏作威作福很长一段时间 八戒他的人都排起了长队 按照常理 宦官是无法娶妻生子的 但是高丽氏却偏要做一回丈夫 到处寻找美丽的女子 偶尔得知有一个叫吕玄武的小官 家有小女 长相不错 吕玄武得知高丽氏的意图后 把女儿送到高府 很快 高丽氏安排吕家的人升官发财 吕玄武还做了刺史 可悲的是 吕玄武的女儿饱受了羞辱 寒恨而终 女儿英年早逝 吕玄武并不痛惜 而是假慈悲地哭了一番 更多是心疼自己以后失去了靠山 再往后 另一个宦官李府国在皇帝身边献祭 把高丽氏流放前中道 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了 顺着高丽氏往上爬的人都在劫难逃 一个家庭把女儿当成了礼物 随时可以送给有利益关联的人 真的很悲哀 用女儿一辈子的幸福 去换取一个家庭短暂的幸福 看起来很划算 但父母的人品会越来越差 外人也会瞧不起 当今社会 很多家庭在嫁女的时候 索要大量的彩礼 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也是不可取的 一是会导致女儿的婚事被毁 男人也直男儿退 二是会让女儿寒心 再也不会孝顺娘嫁人了 02 长大的女儿 多半是家庭的顶梁柱 贸然说女人是家庭的顶梁柱 很多人不会服气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当女人结婚之后 需要在家里充当多少个角色 儿媳 女儿 妻子 母亲 打工人 每天都围着家庭转悠 体现了孝道 家庭教育 关系处理 金钱管理 做饭等方面的能力 也许女人赚钱不多 但是绝大多数女人都没有闲着 始终在职场坚持着 在夫妻和睦的情况下 看不出女人的作用 甚至会因为丈夫的强势 掩盖女人的功劳 若是离婚了 或者家庭失败了 再看女人的功劳 就大不一样了 没有女人的家 根本不像一个家 作为婆婆 更要清醒地意识到儿媳 是别人家的女儿 自己曾经也是女儿 别年纪大了 做了长辈 就忘了根本 诗曰 逃之夭夭 灼灼其华 只子于归 宜其是家 找一个好儿媳 婆婆就应该让出家长的位置了 把儿媳视如己出 这样的做法 才是最聪明的 春秋时 月王勾剑 卧心长胆 反败为胜 被人们点赞 可是她的成功 有一半的功劳 是妻子的 她在吴国当下人 妻子陪伴左右 还出谋划策 夫妻一起喂马 住在石屋里 妻子还带着一群女人 养残织布 增强国力 清朝末年 陕西的周莹 嫁入夫家几个月 丈夫就病故了 公共也过世了 族人对家庭的财产 虎视眈眈 周莹站出来 带着伙计做生意 成为了当地的首富 汉代的卓文君 就更不要说了 若没有她 丈夫司马向如 就不会变成妇人 也难以走进官场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一个兴旺的家庭 也是 03 家风变好 是从善待女儿开始的 娘家把女儿当成宝 婆家把儿媳当成女儿养 这就是大家庭最好的家风 北宋官员苏哲 早年在开封府买了土地和房子 可是她有几个女儿 都要赔价钱 因而她把房子和土地都卖了 得了9400冠钱 当她很老的时候 说 我老魏有宅 诸子以为言 女儿在婆家都很好 儿子们就不要责怪做爹的 没有留下财产了 苏哲的哥哥苏氏还写诗 挖苦了一句 子有有无女 负债如山鸡 世人点赞苏家 一门父子三次课 千古文章四大家 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期 仍旧有很多的家庭 善待女儿 虽然花钱很多 到家庭变穷了 但是家里的儿子 反而更加有出息了 还少了争夺财产的可能 从现实来说 建议做好三件事 让女儿好好成长 又反补家庭 其一 给女儿接受教育的机会 增长做人的智慧 有能力关爱家人 其二 关爱女儿的婚姻 同时学会做亲家 莫让女儿在婆家受欺负 其三 李顺女儿变成母亲的转折关系 别忽视了半边天的事实 埋没了母亲的功劳 不被娘家爱护的女儿 在婆家也不会被高看 父母们 别不当一回事 零四 严实家训里说 夫唱妇随真和和 婚配嫁娶难得宿对 有女儿来到一个家庭 这是莫大的缘分 不要等女儿离家了 才发现错过了什么 女儿如花 绽放之后是硕国累累 母爱如水 流过之后 留下无尽柔情 好的家庭里 男人当自强 巾帼不让须美 不学理 无以利 前段时间 我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小男孩找妈妈要手机玩 妈妈不给 这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对着妈妈 就是一顿乱踹 边用脚踹妈妈 还要边拿拳头打妈妈 现在很多父母一提起孩子教育 那是一堆怨气啊 家里神兽让自己头痛不已 教育拼的是父母的智慧 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做到身教呢 以下五句话 千万不要在家里说 不说没有感恩心 指责父母的话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学员的案例 我的一个学员刚开始来访 吐槽自家孩子毫无感恩心 自己背井离乡去上海长年打工 就是为了多赚钱 供孩子吃喝 结果呢 孩子看到父母就骂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学员跟自己父母 跟公婆关系一地鸡毛 经常当着孩子的面骂父母 指责父母 甚至当着孩子面跟父母吵架 结果呢 孩子有意学一 整天跟我这个学员对着干 其实你们对父母的态度 就决定了孩子对你们的态度 你们经常说父母指责父母的话 孩子学会了也如此对待你 教育就这么一个轮回 所以千万不要在家去指责你的父母 因为你说的话将来会被你孩子学过去 来对待你 不说没有包容心 抱怨嫌弃伴侣的话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明星亲子综艺节目 这个明星是一个妈妈 这个明星妈妈的孩子在节目中 对着自己腰五喝六 言辞兼对妈妈毫无尊重 其实不用多说 这个妈妈在家不受父亲待见 那么孩子就会嫌弃妈妈 同样 我也见过来访者跟我反馈家里情况 说孩子极度讨厌父亲 父子俩见面就吵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妈妈平常没有教会孩子学会感恩父亲 而是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抱怨孩子父亲 孩子长期对父亲都是负面的印象 所以导致孩子向着妈妈讨厌父亲 在教育中首先你要搞好夫妻关系 夫妻相互包容相互尊重 一个被父亲呵护的妈妈 孩子才会关爱妈妈 一个被母亲尊重的父亲 孩子才会尊重父亲 但是很多父母在孩子面前 是相互数落 相互嫌弃 相互抱怨 结果就让孩子偏向一方去怨恨另外一方 不说没有敬畏心 猖狂的话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在教育中一定要借狂妄 我们见过很多父母在家经常说狂妄的话 这种人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 在家啥话都敢说 举一个简单例子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不相信因私报应 把自己当上帝 结果呢 自己下场最惨 我们看曾国藩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孙的 借骄 借狂 为人要有敬畏心 孔子怎么教弟子的 敬鬼神而远之 作为父母 你要想让你的孩子今后踏入社会能够平安 一定要借狂 人一狂妄就没有自知之明 距离智慧越来越远 作为父母在家 以身作则谨言慎行 不可说狂话 否则你的孩子也是一个狂人 无敬畏心 不说没有人爱心 诅咒别人的话 都挺好中的苏母 为什么女儿对苏母有如此大的怨气 因为苏母重男轻女 苏母的张嘴闭嘴不是诅咒苏父 就是诅咒苏明玉 结果呢 导致家人之间相爱相杀 苏母一蹬腿 苏父赶紧找老伴买大房子 彻底要放飞自我 因为长期活在苏母的一张毒舌之下 太压抑了 苏母去世了 苏父露出久违的笑容 可见多年夫妻之间相处得多压抑 再看看 苏母重男轻女 导致子女不和 相爱相杀 其实这都是作为家长的责任 苏母的一张嘴比贺鼎红兜赌 经常骂老公 诅咒女儿 这样的母亲真是给儿女挑拨离间啊 让儿女从小学会恨 没有学会爱 导致苏明玉长大了 很久才能慢慢学会跟自己和解 所以父母千万别在家里说一堆诅咒 抱怨负能量的话 这给孩子心灵带来很大伤害 不说没有恭敬心 傲慢无礼的话 很多父母在教育中有一个认知误区 他们觉得我生你 我养你 你欠我的 所以我可以左右你的人生 我打你骂你都是为你好 于是孩子成了父母的提现木偶和私人财产 甚至孩子成了父母投资晚年的一个项目 事实是这样的吗 家庭教育是孩子教父母去减行无私的爱 孩子教父母学会去提升心性 说白了孩子是来照见父母的不足去圆满父母的生命的 你带着恭敬和感恩的态度去教孩子 孩子才会懂得去恭敬父母 但是很多父母呢 却带着傲慢的态度搞教育 我生你 我养你 我了不起 你就要听我的 所以培养出叛逆的孩子 面对孩子问题 绝大部分的父母从未反省自己的问题 他们总是把孩子的问题责怪到孩子的头上 请问孩子生下来是一张白纸 他的点点滴滴的言行举止到底是谁影响的 要想遇人先遇己 要想证人先证己 父母这张原件不改 孩子这张复印件永远也改不了